天底下还有比她更惨的儿媳吗 她被誉为亚洲版戴安娜 有着戴安娜的美貌 却也面临着戴安娜的不幸 年轻时被日本皇室连拐带骗的变成王妃 入宫后遭到婆婆一系列的针对 嘲讽 调侃 派人监视还算好的 婆婆竟然还派出日本版容嬷嬷来好心伺候她 把她折磨得痛不欲生 流产 刮功 甚至抑郁 精神崩溃 晚年拒绝和天皇丈夫合葬 她到底是如何被骗进宫里当王妃的 她又遭到了婆婆怎样的针对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全球最凄惨的儿媳美智子皇后 1934年美智子出生于日本的一个富裕家庭 祖祖辈辈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她的祖父是企业家 父亲是商业巨头 叔叔伯伯是大学校长和地质学教授 不过比起家世的显客 美智子的基因更让人羡慕 她有着传统岛国女子的韩旭美 再加上大家闺秀的气质 走在路上回头率非常高 而这些回头客中也包括了当时的皇太子 名人 在一场日本上层的网球比赛中 名人一眼相中了美智子 展开疯狂追求 可美智子条件并不差 看着这位个子还没自己高 与威武雄壮完全扯不上边的男人 美智子心中毫无波澜 可是美智子的拒绝并没有让名人放弃 她说服了父母 用种种方法威逼利诱美智子嫁给自己 据说当时日本皇室答应给美智子的父亲升官 并且还发动舆论的力量 声称美智子已经是名人的女人了 甚至皇室的人还多次跑到美智子家里去劝说 嫁给名人吧 嫁进来所有人都不会亏待你的 在这一系列的脸孔带骗后 美智子稀里糊涂的答应了名人的请求 1959年4月10日 名人和美智子举行了隆重的结婚庆典 当天有五十几万的人民上街祝福 目睹王妃的风采 有些去不了现场的人就买电视看 美智子的父母为女儿准备了一笔 三千万日元的嫁妆 奢侈品整整装了三卡车 由此可见 美智子那时候有多么风光 但是眼前的风光并不是真正的幸福 美智子怎么也想不到 嫁入王室是她这辈子最后悔的决定 婆婆实在太可怕了 比起守了11年活寡 离婚后还惨遭车祸的戴安娜王妃 日本版戴安娜美智子的人生也非常悲惨 美智子的婆婆年轻时本来是很善良的 可她嫁入王室后连生了四个女儿 由于日本的部分老顽固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因此美智子的婆婆曾被自己的婆婆欺负得很惨 而这下好了 美智子嫁进来就成功接盘了婆婆的全部怨恨 婚后不久 美智子曾受邀出席一个记者会 当天她找到很久都没有找到自己的手套 无奈之下只能找工作人员随便拿了一副 可是记者会结束后 美智子却因为这个临时手套被贵族们狠狠地批判了一通 他们斥责美智子手套太短 没有遮住肘部 不符合王妃的礼仪 美智子在这件事上固然有粗心大意的地方 但大部分还是婆婆搞的鬼 多年后真相浮出水面 原来当时婆婆故意把美智子的手套藏起来 再给她一副过短的 其意就是想给儿媳一个下马威 除了设计陷害婆婆还曾指路为马的嘲讽美智子 日本皇室成员都有自己的徽章 一般都是用植物 像美智子的长子德人用的是泽木 四子文人用的是梅花 这些植物都富有特殊的寓意和品质 但当时美智子在挑选徽章时 婆婆竟然让她用野菊 野外的菊花是什么意思就不言而喻了 在这一系列的针对后 婆婆索性不言了 直接暴露出自己对儿媳有多不满 某一次日本皇室成员要到美国进行访问 根据传统 婆婆需要跟每位即将出行的亲人们握手道别 这本是一个极度温馨的场面 可万万没想到 婆婆竟然直接跳过了美智子 她和所有人都握了手 就是不和儿媳握 这使得全场气氛一度降至冰点 让美智子非常难堪 然而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这些都只是开胃小菜而已 美智子害怕的不只是婆婆 还有婆婆的手下日本版容嬷嬷 木野纯子本是美智子婆婆的贴身侍女 后来被调去服务美智子 将美智子皇室礼仪 在婆婆的暗中推动下 木野纯子简直就是美智子的第二个噩梦 当美智子在公众场合发言时 她就会斥责黄飞少管闲事 当美智子与丈夫并肩行走时 她就在旁小声提醒要注意礼数 美智子在宫中待久了 想出去透透气 她却以外面不安全的理由无情拒绝 变相地限制美智子的人身自由 在长时间的身心折磨后 美智子接近崩溃 慢慢变得有点抑郁 甚至还流产过 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 肋骨也少掉了一根 据悉那一年美智子整整瘦了十公斤 出院的时候丈夫名人都差点认不出来了 就这样 美智子整整被欺压了四十一年 直到2000年婆婆离世 她才把这个长达四十一年的枷锁 卸了下来 不过美智子并没有把这份怨恨放下 她曾在日媒前这么说道 死后不愿与天皇合葬 或许这就是她对皇室最大的抗议吧 很多人曾说婆媳是天敌 天生水火不相容 其实这是错误的 家和万事兴 只有大家和谐相处一起努力 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况且这两个女人本来就是毫无瓜葛的 都是因为一个男人才认识的 更应该相互体谅包容 何必要相互折磨呢 不知道你们如何看待美智子的婚后生活呢 欢迎评论区留下看法 这里是大佬淡淡 每天来这儿了解一个大佬的人生 一段时间后 你就是朋友中最博学的那位 视频制作不易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转发 收藏三连哦 收藏三连哦